来看到以高雄香港来作为双母港航线 名胜世界一号 今年暑假将要回到高雄展开母港航次 预计8月将会有三航次从高雄港出发 要来抢攻暑假商机 倒数声中名胜世界一号邮轮 宣布今年暑假充满高雄展开母港航次 预计8月份分别前往纳坝石云岛及宫古岛 抢攻暑假商机 能够在这么短处的时间回到台湾的这个舞台来 我们叫做强势归来 应该也不为过 今年我们为市场上带来的一共有17个汤次 14个汤次虽然是基隆出发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高雄 高雄在8月19号开始 我们分别有三个汤次 名胜世界邮轮旗下的名胜世界一号 去年在高雄港首航 并且首创以高雄及香港作为双母港航线 而在行程发布会中 市府秘书长郭天桂 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 名胜世界一号邮轮再次来到高雄 开设母港航班 并且这阵磁器化作 期盼邮轮能够搭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造访高雄 未来除了Black Cruise的部分以外 怎么样和高雄这么棒的一个港部旅行中心 让所有的这一个能够到高雄的游轮 能够越来越多 整个高雄海洋首都 我们这个海洋观光这一个区块 事实上可以做很大的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日本 那能够今年在8月19号开始的三个航式 我们走的是往北的航线 日本的航线 是很多的我们的中南部乡亲 非常期待的一个航线 那我把这个信息 让这个阿兰斯出去以后 蛮多的朋友一直在问说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他要来搭 明胜世界一号游轮总顿数7.5万顿 载客数近2000人 而船上除了供应到地的中式料理之外 也提供各种异国美食佳肴 因此有舌尖上的游轮支撑 今年8月重返高雄展开母港航次 三个航次预计可以搭载超过5500人 对于中南部的民众搭乘游轮前往日本观光 将会更加的便利